中國經濟好不好呢 李強今天做出最新的預測 他說會越來越好 而且他說全年的GDP成長率 上看5% 但立刻被野村跟經濟學員很打臉 習近平不是才說這種話 誰搞不活經濟誰下台 我們看了一個指標 加勒福短短一年半 居然雪崩式的觀點 在背後看到了什麼警訊 是 俊相 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全世界的媒體 都在討論中國經濟出了什麼大問題 沒有想到在這個時間點 中國的總理李強 卻在天津夏季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 說我們中國的第二季經濟表現 會比第一季還要好 全年看起來GDP有機會達到5%水準 這個是什麼 這叫暗像裡面吹哨子壯膽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第一季4.5%的時候 大家已經覺得不太妙 第二季包括4月5月的一些相關的數字都不好 現在連包括野村 然後標準普爾跟高盛 都出報告來打臉中國啊 他們說其實現在全年這樣看起來的話 本來是有5.5%以野村來講 5.5%的GDP的一個水準 現在直接調降到5.1% 而標普也是從5.5%調降到5.2% 高盛跟一口氣從6%GDP調到5.4% 換句話說一個主旋律就是降降降不斷地下降 而不斷地下降的情況呢 現在包括經濟學人都已經出相關的文章來講什麼 來講中國現在好像已經布上了日本1989年一個泡沫30年的一個後塵喔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發現幾個重要的經濟的火車頭 現在中國都出現了一個警訊 而這些警訊當年也都在日本的經濟泡沫的時候曾經出現過 昨天我看到了一個非常驚悚的形容 用黑洞形容現在中國經濟的困境 你砸多少錢進去 完全沒有效啊 是 我們都知道前一陣子 中國其實調降了一些相關的利率 然後調降利率主要目的呢 就是希望企業或者是人民 他們的一個借款成本可以降低 借款成本降低 刺激你趕快去消費 趕快去投資 結果這些事情沒有一個如他們預期 總結一句話 賣得少 賣得慢 賣得不出去 其實我們之前也都有討論過 什麼買賣房子 還要你說送你黃金的啦 還說什麼小夫妻來買房子的話 我還趕快給你折多少錢的 結果你知道即使是花招百出 結果沒有想到 中國一百個城市裡面 有六十八個城市 竟然去化時間要超過十四個月 講起來去化時間是不是 賣賣出去啦 這個時間很可怕 光是上海 我們都知道是東方明珠 現在明珠也都暗戴了起來 沒想到上海賣套房子 竟然平均也要五點七個月 然後杭州今年也要六個月 杭州我們以前去的時候 那真的是富到什麼 吃一頓飯 你想說兩萬塊 你以為兩萬是兩萬台幣 不是兩萬人民幣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連最有錢的杭州 現在賣套房子 都要六個月以上的話 更何況哪裡 景德鎮 悉尼 那是五年以上 一個房子建完了 五年賣不出去 那都叫爛尾了 根本就是變中古屋了 你就沒有賣出去的可能性 還有山東的日照 河北的香河 一樣全部都是面臨到 房子蓋好四五年 變成中古屋 但是還是賣不出去 所以你看到這個房市的泡沫 就越吹越大 你說整個中國主要的一百座城市 去花十四個月 但中國經濟能等十四個月嗎 中國經濟不只不能等十四個月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中國人現在不敢花錢 我們都知道其實 一個國家經濟的火車頭 主要有投資出口 還有最重要 其實消費力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你知道嗎 全世界的一個消費 家庭消費的一個 占他們GDP 應該都有55% 換句話說 這個國家主要賺來的錢 裡面當然有一半都是拿來 做一些民生消費的 沒有想到 中國的家庭支出比 竟然只佔他們GDP裡面的38% 那你可能就說 可憐是COVID-19 可憐大家不敢開機 沒有喔 是過去這六年來 都維持這個38%的水準 換句話說 他們其實大概從 中美貿易大戰之後 都開始不敢花錢 而不敢花錢這件事情 將會成為中國經濟 真的植墜式的下滑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如果 你的人民都不敢花錢 你企業不敢投資的情況之下 經濟怎麼可能會好 所以野村他們現在 又提了一個相關的數字 告訴 數字透露出的是 實體消費力 真的是全面的極動 像什麼 五一長假 我們還有最近的端午節連假 你知道嗎 人潮有沒有出來 都有出來 像以端午節連假來講 旅遊人次來的一億人次 年增32% 照2019年來講的話 更是成長一倍 那麼高拍謝喔 他的收入 創造出來的一個收益 竟然是373.1億 竟然是回不到 2019年的一個水準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連COVID之前的水準 都回不去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真的 人民心裡想說 苦日子不知道還要待多久 手裡 荷包裡有個現金 現金是王 這種情況之下 真的就會導致 幾種狀況 幾種狀況 人民都不花錢了 消費者不花錢 企業就倒啦 所以你看到 北京這個非常指標性的一個 勇望夢樂成 你知道嗎 它為什麼指標性 因為它2008年的時候 11月開幕 11月2008代表什麼 北京奧運 所以那是大國崛起的時候 天子腳下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結果15年的風華過去之後 現在竟然淪落到關閉的一個 倒閉的一個情況 6月24號正式下台舉功 另外6月15號 另外一家公司 哪一家呢 在蘇州的華潤萬江江西路的一個營業 也是一樣 這個賣場 2014年1月開幕 一樣也是在習近平高喊 中國的經濟也多好多好的時候 非常風光的開幕 而且它主打就是 只要你買 只要你有錢 哪裡的外國貨 我們都可以買得到 這專賣舶來品的喔 而且我覺得一個警訊是什麼 這個 你剛看到那些都是菜水果庶民消費 你再怎麼樣苦日子 你總要買吧 你有買店就不會倒 難道連這些錢都不捨得花了嗎 我跟你講 包括加勒服 6月10號深圳第一家 中國第二家的加勒服 竟然也宣布停止營業 2022年加勒服在中國 總共關閉了58家的一個店面 2023年Q1第一季 就已經關閉了33家 老天啊 33家如果成立世界 一年要關閉100多家 加勒服全盛時期 大概有超過4000店 就現在已經連3000店都不到了 所以在這樣子 加勒服不斷的關店 關店的這樣子的一個旋律情況下 你就知道 中國經濟的消費力真的不起 而這不起這件事情 現在中國國家統計局 有個相關的數字 5月份 社會品消費的總額來到3.78兆人民幣 年增大概12.7% 你可能說年增還不錯 但是大問題來了 什麼呢 就是它的增速竟然變慢了 大概只有5.7% 那你也知道 就是當這些消費性的產品 或是店不斷的關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重挫的 當然就是這些零售消費的 相關的一個營運狀況 所以14家的在上市櫃的 這一些量飯店 或者是超市的業者裡面 2022年有9家是虧損的 結果呢 大家心想說2023年 整個馬燒跑五趙叫經濟要復甦了 沒有想到到了2023年第一季 還一樣有4家的量飯店 這個上市公司的這一種超市呢 一樣營收還是跟獲利 都是同等下滑 呈現一個虧損的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經濟學人雜誌會認為說 現在中國恐怕是落入日本 失落30年的這樣子一個後塵 所以聽到這個地方 四個字就是觸目驚心 不要忘了 年初習近平才講過 誰搞不活經濟 誰下台 哇 那這下鐵真正的事實在眼前 誰的烏紗帽要落地了 事實上呢 如果認真嚴格追究起來的話 誰人烏紗帽應該要落地 就是你習近平 這些所有相關的政策 不是都是你那邊掐死 民營企業的一個經濟成長力道嗎 但誰敢說出這樣的真心話 前國家統計局的副局長 這個賀昌 他說什麼呢 他說希望國家可以放棄凱恩斯主義 其中去槓桿是個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什麼意思 就是你沒有需要到 那麼多的高速公路跟高速鐵路 就不要幹那麼多 他舉例來說 我們中國高速公路通車的里程 竟然是美國的兩倍之多 但是我們的人均 竟然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 更何況日本 日本的人均GDP 將是中國的四倍 但是高鐵通車的里程 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過去中國都是靠這種借錢 不斷的搭腫瘤 然後來弄出了這個泡沫的一個經濟 現在真的水要退了 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真像 請死定 削測 你 不用 若